看看新闻网 尽管新娘王咪与新郎朱沙都不是娱乐圈中人 但他们却因为自己的父亲的关系 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这部9月7号一大早 两人举办婚礼的北京佛楼法国餐厅门口 就站满了记者 因为当天整个佛楼法国餐厅被这对新人包下 所以从中午开始餐厅就被全部清场 为了保证婚宴的私密性 餐厅方面还派出了数十名保安 以防媒体靠近拍摄 而所有到场敷衍的嘉宾都要出示邀请函才可以入内 为了能拍摄到婚礼那场情况 不少摄影记者多来了爬地 奔勇爬树拍摄 这一举动不仅看待了现场维持秩序的保安人员 也吸引了不少围观群众 成为了当天北京城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下午四点不到参加婚宴的冰顺就陆续敬茶 画家陈南青 著名导演李绍红 赵宝刚 童小刚等人都悉速到场清课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新郎官朱新健的儿子朱沙 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西装 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我们的镜头中 接待宾客 安排座位 朱沙忙得不亦乐乎 看得出他对这场婚礼十分重视 婚礼现场我们并没有看到岳父大人王硕的身影 据王硕的好友陈南青透露 王硕因为舍不得看着女儿出嫁 不会出现在婚礼现场见证这场盛宴 娱乐星天地点击报道